树豆小米都是原乡常见的特色作物 除了作为主食也成为家中经济收入来源 不过通常主人采收果实后 植株都直接丢弃在农田 而农委会续产试验所 近期研究发现 这些作物营养成分高也容易消化 是不错的饲料来源 若经过适当调制 可生产品质良好饲料 适合小型草食动物喂养 其实像我们在种植的时候 小鲤这些东西我们通常收完之后 它就直接打在土里面 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就是增加土壤的有气质 加入这饲料吃在里面的话 让它呈现一个农业的循环经济 对于植株彻底利用 主人表示有助于推动部落农业循环经济 而作为饲料用的特色作物 试验所说风味特殊 还能发展地方特有序产品成为新卖点 我们在用这种循环经济的方式 去养殖我们的鸡鸭 然后生长出来的蛋 来增加部落里面的一些经济 比如说它的草食动物 它是吃原相特色作物的 发展一些特色的续产品 另外也可以增加原相地区 它的除料来源的多样性 试验所表示 后续会开放给有需求的族人进行合作 而多元开放农作物的使用 也能在未来面临饲料供应短缺时 找出另一种替代方案 原市新闻胡顺把杜 新竹坚实采访报导